今天我们来临摹 极王生教区的第24页 这一页我在群里也说了 难度有点大 大在哪里呢 它的表面上看 这个极字呢 融会贯通 浑然一体 但是它实际上内部的 这种用笔或者说节字 它的反差都比较大 前一个字 比如说前一个字 很致致 都是比较 比较 比较直的用笔 那么到了下一个字呢 就是有很多弯曲的 这个点画 这个就在书写上 就是 跟我们日常书写呢 就不是很习惯啊 那么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需要注意 在临写的时候需要注意 我们现在开始啊 我做的东西 我做的东西 谢谢大家 这个硅字 这个硅字 这个硅字就是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习惯性的书写很容易 把这个下面 下面这一勾啊 就很随便的就勾上去 然后这个 做下笔 实际上这个地方 要克服惯性 这个地方克服惯性 这个地方要 要稳住 这个地方 要垂下来 稳住 然后勾上去 然后再 再写这一竖 这个 这个 被子呢 也是 比我们想象的 它要偏大 我们 一般 写这个被子的时候 可能没有这么大 但是它这个字 写的比较大 比较 写的比较舒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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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注意还是这个文字也是经常出现了 还是注意它的撇钠的配合 撇钠的配合就是在写钠之前这一撇 就要为这个钠做思想准备 谢谢大家 这个则的右边几乎就是凯书 一笔一笔我们要交代清楚 用笔很干练 紧接着这个极字呢 又有一个弯度很大的用笔 这也是一个撇钠的组合 这一撇要有足够的弯度 然后这一钠 它才能够给这个钠写出 这个让出空间来 而且这一钠呢 它有一点栗书或者是张草的趣味 这个鲲子它这个下面的这个笔 下面的这个笔这个左右 它也不是那么均匀的 它有一个对比 一个宽 一个窄 这个虫子三个小三个小的笔 小的这个虫子 它的写法都不一样 这一钠呢 好 这个柜子 这个柜子它截子拉的比较长 但是它呢 仍然放的很均匀 就是各个组成部分 它分配的比较合理 虽然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你看 它表面上说这个地方 有一个大的缺口 但是它并不感觉上 你有一个缺口 这个地方 特别说一下就是圣教续的 圣教续的后半部 它的三点水 普遍都好像在这里加了一点 这个地方 首先我不知道怎么来组织 这个笔顺 所以我在这里没有写了一点 这个笔顺 这个说字呢 这个说字容易写的平板 容易写这个写平 写的平的原因是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没有拉出来 这个空间没有让出来 另外呢就是这一撇 撇的斜度不够大 撇往上斜的斜度不够大 那么就是这个斜度不够大 最后会造成这一个 最后的这个弯钩 竖弯钩 它就没有空间 你看这个竖弯钩的空间 实际上它起笔的位置 是很偏左的 它是很偏左的 这样呢 这样写出来 它的这个就显得很活啊 但是��字幕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上一讲里面讲过 就是上下字的衔接有一些技巧 在这里面再复习一下 你看这两个字 它本身是字的风格差距是比较大的 那么它怎么做的衔接呢 我们看在位置上 这两点跟上面两个字 跟上面两个字的突出的部位 它有一些呼应关系 那么就有一种 你这样写完了以后 它就有一种能够衔接的一种味道在里面 这个史字的右边 它是明显的向右边倾斜 这个就显得很灵活 灵动 我们的前官不添电话 我试这种感觉 谢谢你 看到木槽了 没有 感谢观看 这个字的右边上个部分的成的这一笔 这一笔很直贯通全字 这笔在这里面是一个主笔 很多字的要点都是在 就是说你把这一个主笔写好了 那么整个字的精神就出来了 节字上比较长 节字比较偏长的一个字 这个水字啊 这个水字有一种 它的尽量减少连带 你看不像水字在生教学里面有好几种写吧 这个地方连带很少 这个字连带很少 它表面上看它有比较看着有点笨拙的意思 但是实际上它这个字写得很好 它没有你看它左右没有对称 没有对称 也没有像兰庭序里面压得很扁啊 或者什么 它这个字写得很舒朗 但是又有一点灼的趣味 紧接着下面这个通字呢 又写得很连带 很连贯 写得又很潇洒 所以这两个字实际上它放在一起 虽然放在一起 这个显得也很连贯 但是它的这个风格反差是蛮大的 但是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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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对于对于这道路的东西 所以能分析使人反对于是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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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的一路という 你们就说得出于对于对于ris 这三笔啊 这个穿子 这个三笔 这个三笔呢 它的空间也是不是那么均匀的 用笔上也是有一些区别 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写这个字 上面这个老字的时候 这个字的上面 上面这个部分 这个下面这笔 压缩的很厉害 我这个地方写的还不是 不像原贴压缩的那么厉害 这个地方压缩的很厉害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平时的这个 我们要在 学习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体会就是我们平时的 日我们平时的熟悉 跟这个法贴的差距在哪里啊 就要反复反复的琢磨 我们平时的熟悉 一笔一笔交代清楚 这个字一笔一笔要交代清楚 我们平时的熟悉 这个地方大量的运用了草法 草书 但是草书呢 这个地方虽然是写草法 但是呢 它不能草率 草书并不草率 这个地方每一笔 把它交代清楚 这个 尤其是走笔的时候 不能太潇洒 要把它写得稳健起来 这个字呢 它的特点是 前面点画都比较直 比较痛快 比较直 到了这个地方 突然有一个很 点画很长 这个弯曲很长 而且呢 弯度很大 这里形成了一个对比 实际上我们也要 这个体会一下 我们平时的书写 如果是 我们随手写 往往是 前面的点画也比较直 后面的点画也会比较直 但是它这个 这个字的特点就是 前面的点画都很直 到这里忽然有一个弯度很大的 而且点画很长的用笔 我们要思考一下 我们平时这样写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习惯这样写 如果 我们不习惯这样写 我们就要考虑 我们就要考虑 我们要适应这样的书写 慢慢适应这样的书写 我们就学会了 相当于学会了 这样一个技法 这里面就是曲直的对比很大 感谢观看 这个枝字也是比较出乎意料的一个写法 就是它比较大 它写的比较大 它写的比较大 这个领字显然是从兰庭序的领字加了一个山字头 兰庭序里面那个领字好像是个错别字 没有山字头 它这里面把这个山字头给加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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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主笔右边一个主笔 它们两个之间有一种呼应关系 这个谜字的底下这个飞 它也是个草书写法 注意我再强调一下 越是草书的写法 越不能草率 越要把它的用笔 把它稳健起来 首先要做到沉着 首先做到沉着 这个龟字又出现了一次 基本上跟上一个龟字的写法 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把它再复习一下 正文写完了 那么我们就是 现在我们已经写到了 第24页了 那么就是说 在这里面我们强调 就是有这个有条件的同学 有就是说 慢慢进步比较快的同学 进步比较快的这个书友 就是可以考虑更 学以致用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们在这演示一下 就是说 就是说关于提款 那么我们每次作业 最好有一些 最好能够利用提款的机会呢 锻炼一下学以致用 这个正好这个右边 有一点空间 我们把这个字 缩小一倍 写这个提款 写点什么呢 写个年号 写个年号 时间 然后 我们在这边 好 因为没有这个 因为毕竟是自己写 他没有看贴的时间 所以相对来说 看上去 这个书写的速度会快一些 实际上并没有快多少 他只是就是说 没有没有看贴的时间了 就是每一笔还是要交代清楚 尽量回忆 这个当时 这个临贴的时候的状态 这一笔还是要交代清楚 这一笔还是要交代清楚 结束 这一笔还是要交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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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笔还是要交代清楚